您现在收听的是KPMG知识音浪 欢迎收听KPMG知识音浪节目 我是主持人Peter 最近呢 环境部长彭启明刚刚指出 排碳有价的时代正式要来临了 我们在碳费执法通过 和碳费审议委员会通过之后呢 2024年底最快我们就会看到 台湾进入了碳有价的时代 针对这个全人类和全台湾所有的产业 都将受到影响的议题 究竟在全球气候法规 以及台湾当前的制度上面 我们会面临怎样的改变和交互关系呢 本期节目很高兴的邀请到了 KPMG安侯碳资源服务 董事总经理黄丽佳Richard 邀请我们的老朋友Richard 和我们分享一下 当前台商所受到的影响 以及大家应对的措施 HelloRichard你好 HiPeter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Richard 是 最近我们知道 其实KPMG呢 实地走访了五家台湾的优质企业 都是在南台湾的优质企业 他们包括了 新丰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柏林股份有限公司 台船房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城大经济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及左建拉生计股份有限公司 这五家优质企业他们成功的一些经验呢 被集结成为KPMG优质企业专刊的第二期 也有一个在社群平台和官网上面的具体的访谈影片 跟专刊已经发布了 那在这些访谈过程当中 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 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跟碳有关系 所以特别邀请Richard来和我们分享 全球的范围之内 我们先前探讨过了欧盟的CBAM 美国也提出了自身版本的一些类似的措施 全球目前气候法规 它落地的情况 还有它强制性规范的范围 您可以帮我们先概括性的介绍一下吗 是的 那么从去年开始 从去年我们记得就是到年底COP28 是 那COP28在杜拜举行 虽然它是产油国 但是它下的一个28的结论 却是令我们觉得 对未来的减碳是有希望的 因为它指出了一条就是 未来到2030年 我们要转型逐步的来减少化石燃料 换句话说 化石燃料的淘汰 已经是我们可以预见 所以从这条路开始 我们看见了另外一条非常重要 要走向2050的一个执行面 那么已经落地 所以在这个落地的同时 我们也看到了去年的10月1号 欧盟的C-Band已经就是试行起开始 所以在今年的年初 那么包括台湾以及全世界要跟欧盟做生意的 这些厂商都必须要来提交它的产品的碳排放量 那包括了六大产业 那这六大产业包括了钢铁 水泥铝肥料 氢气及电力 那么影响台湾最大的就是在钢铁业的下游 我们之前谈过的罗斯洛贸业 那么在第一次的申报里面 我们发现就是申报的加速 以每一个国家来做评比的话 台湾居然排在全世界第五名 因为我们中小企业很多 对对对 但是我们下一名的是印度 一个是四亿国家 人口差非常多 但是它的申报的加速 就是厂商的加速还没有我们 还比我们少一点 对对对 所以台湾在这方面的确 我们也是蛮积极的应对 然后厂商也是很守法 在这一块 那么除了C-Band以外 我们国内 那么汽油变迁应应法的相关的执法 那么陆陆续续的就是推动了 那么我们也可以知道说 探权交易所去年已经 就是正式成立 八月正式成立 那么去年12月已经有探权 就是国外探权已经上架 那今年的6月 那又有第二批上架 然后这刚才谈到探费的执法 那么探费呢 相关的执法都已经 就是已经具备 除了那个费率 因为影响重大 那么还在讨论以外 那么其他的东西都已经 基本上都是 就是都已经具备了 所以我们看到探权 探费 探关税这几个 都已经在就是国内国外呢 陆陆续续的落实 是 有点像这个网子已经张开了 这个过路的这个鱼够大只 就会被捞起来 有点像是这个感觉 那我们2024年 其实看到台湾在整个行政部门的组织架构上 我们看到其实赖总统 他也成立了国家级的这个气候变迁应对委员会 其实看得出来 我们政府对于气候变迁相关的措施 然后对于产业的影响 对民生的影响 其实他都有很完整的一个策略跟步骤出来 特别是去年我们看到了气候变迁应应法 他把2050的禁令排放 具体的列为目标 然后入法 他也提出了一些相关的减量的措施 对于台湾的费用这个架构 跟国外的依法来征税的这个架构 之间的一些区别 然后台商会因此而受到的两种不同的影响 您认为您的一些建议是什么 OK 那Peter您现在谈的就是叫做碳定价的这个概念 碳定价叫carbon pricing 换句话说我们是让碳有价 那么碳有价这个概念呢 依照就是世界银行 它的一个分类可以分成两大部分 一个叫做强制性的定价 一个是自愿性的定价 那我们先谈强制性的定价 强制性的定价 实际上是蛮早以前就已经开始 我们从京都议定书那个时候呢 过来很久以前 对在谈就是复建议国家 所以复建议国家就是很早在工业革命 他就开始参与 是 所以他早就已经排碳 所以呢 在京都议定书1997年在谈的时候呢 就要求这一批 你已经排了好几百年碳的 这些国家要开始就是要就是要开始减碳 所以他们要减碳呢 走的一个方向 走的一个方向 我们叫做总量管制 所以总量管制最具体的例子是在欧盟 他把欧盟的这几个经济体呢 把它集合起来 对他大的排放源 尤其是电力能源使用的这些排放源呢 那么他们给他一个总量 总量你可以排放一个配额 让你免费排 但是超过那个总量的话 排放的总排放的配额以上的话 那你就要去买别人的配额 没有用完的配额 是 那这样的话当然就有交易产生了 就有交易产生 那么我今天在来之前呢 我看了一下今天的交易价格 是70块欧元一顿 那你把它存上30大约是2000多吗 2500块 2500块 所以这个是走的叫做总量管制 那另外一条呢 走的叫做碳税及碳费 是 碳税 所以这两个制度呢 都是政府主管机关要求 那么他所规范的这些厂商需要遵守 所以我们叫做就是强制性的一个碳定价 那么讲到我们的碳税及碳费 那台湾呢是走的是碳费制度 那么国外呢 大部分在这条路上面走的都是碳税 那么我们走碳费呢 主管机关是行政院的环境部 环境部 所以呢他在征收这些费用以后呢 他会专款专用 是 会专款专用 就是把这些相关的收集到的碳费呢 运用到如何来做2050净零排放的相关的措施 那么国外在走碳税 那么他的主管机关就不是像我们就是环境部 他可能是财政 财政部方面的 那么他会把这个碳税呢 收到一个大的碳税的一个铺 一个一个这个这个 一个池子里面去 那因为你征收碳税 对这些企业来讲是额外的东西 对的确我是需要去减碳 但是你征收碳税的话 我已经在我的这个经营环境 会有另外一笔钱要出去 对 所以呢有一些国家 他用整体的碳这个税的这个观念来看的话 他会在这边征收你碳税 但他可能在其他地方会减免你一些税 所以呢就会让厂商的影响不会这么剧烈 这是两种费跟税之间的思考逻辑的差异 那国内国内台湾这边呢是碳费先行 碳费先行 因为我们主管机关是环境部 环境部以前在推其他的 比如说空污费啊这些 他是很有经验的 所以呢如果说以行政效率来讲的话 那么他这些都很熟 所以呢能够就是马上能够上路 但是如果是要征收税的话呢 这块会是财政部这边要引爆 所以这块呢未来呢有可能会实行 但现在还在讨论当中 所以台湾走的是碳费先行 都是规定在某一个排碳的量以上呢 会有一些费用需要来征收 那但是税收也好费用也好 不管怎么样 总之你可能都需要为了碳温室气体而付钱 你的钱需要支出出去 碳有价 那相关的规定要如何的去理解 这就是企业跟组织本身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因为就跟量体重一样嘛 你需要知道现在体重多少 你才能够有相应的一些运动啊 减肥计划出来 所以环境部在2022年2016年 曾经有两次的两批量的这个盘查 登陆温室气体排放量对象的揭露 那金管会也曾经在去年和前年 也就是2022及2023 曾经公布过上市贵公司相关的永续发展路径 还有上市贵公司的永续发展行动方案 这样子的版本跟环境部有关 跟金管会有关 那我们看到了环境部的版本 也看到了金管会的版本 我们有这么多的规范要遵循 我们有没有一些重点 就是先知道这些规范到底因应的是什么事情 这样可能会比较容易开始 好 那跟各位听众报告就是 国内有两个主管机关 会牵涉到我们厂商在排滩的时候 它会有强制性的一个作为 中央主管机关是环境部 那么上市贵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是金管会 所以它管的层面不一样 那么以中央主管机关环境部来看的话 它是需要 如果以我们刚才讲的碳费这个方向来看的话 它是要抓大的排放源 换句话说我这些大的排放源 我用80 20的精神 我去找20%的厂商 但是它可能排全国80%的量 所以我要去把这些大的排放源 要能够做控制管理 好像有500多家会受到相关的影响 所以您刚才讲的2016年的第一批 2022年的第二批 那么在第一批里面就包括了一些比较大排放量的产业 包括了哪些呢 发电 石化 钢铁 水泥 半导体 还有面板 六大产业 所以这六大产业是我们在台湾排放比较多的产业 所以这个列在第一批 他们是需要来做盘查 以及第三方的查验 第二批呢 在2022年的这个时候呢 就把一般的就是我们的直接排放 以及我在能源使用上 我们叫做范畴二的电能源间接排放也算进来 如果加起来超过两万五千吨的工厂 工厂 那么他就必须要 就是要强制的盘查 强制的第三方查验 然后这个数字呢 要登录到国家的盘查登录平台 那么在111年的盘查记录里面呢 总共有550家 是被就是列入要强制的盘查 那这550家也是未来碳废要征收的对象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大的排放源 然后环境部这边用碳废这样的一个机制 来鼓励大家要来 这是一个这个这个等于是棍子 请大家要来要来减量 要来减量 你如果是没有超过两万五千吨 你就不会不需要来做这个贪费的相关的相关的缴纳 所以这个是环境部以中央主管机关的立场要减碳 那么金管会他的立场呢是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 那么我们的相对应就是投资人 所以投资人呢 除了我们一般的这个小股民以外 还有很多的投资机构 所以他会看这些公司呢在永续上面 那么你到底做的哪一些东西 做的怎么样 对 所以他从2023年到2029年 那么依照资本额的不同 100亿 100亿到50亿 50亿以下 然后分批需要来盘查他的温室气体的量 以及接受第三方的确信 那这样子的话 做一个普查以后 大家就知道哪一个公司 那他产生了多少的温室气体 那么这样子呢 投资人就可以具意来判断 他对永续上面 那么造成了多少的影响 所以这个是金管会 他要对资本市场 以及对投资人负责的一个做法 这是两个部会的一个提醒 就是从两个方面去告诉大家 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对 然后金管会呢 需要补充一点 他的这个盘查的边界 不是一个工厂 而是叫做财务报表边界 就是所有在他的报表底下 对 您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集团 这个集团呢 不是指仅于国内 如果你在国外有工厂 这个也都要拿进来 刚才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有介绍到 我们这次所制造 制作的这个 新兴向南吸引力活动当中 所受访的这些企业 那可想而知 他们应该也都是在ESG 特别是在温室气体排放的管控 减量上面 应该是可以说是做得很好的一些企业 那台湾在跟国外的厂商往来 客户往来的过程当中 一定也已经受到了很多跟ESG有关的 跟温室气体有关的提醒 那您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这一次受访的这些客户跟这些企业当中呢 他们的永续作为有哪些值得称道的地方 我觉得这一次这些厂商呢 那么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除了他们自己在自己各自的领域里面 非常outstanding 非常卓越的一些表现以外 他们在永续方面都没有忽略掉 我举一个例子 那么有一家公司呢 他是做这个车用的地垫 地垫 就是位置下面踩的那个 那他这个地垫的材料呢 全部都是再生材 都是用再生的料 那么再生的料呢 他对这个环境的冲击就会比较小 因为我们不用再去 就是从原料那边去开采 因为开采原料呢 是要花很大的这个力气 然后会排很多的碳 所以呢 他的料呢 都是来自于再生料 那么这个对于永续的资源的使用呢 是一个很好的指标 那么还有另外一家公司呢 他是做防腐防食的 防食的 那么这家公司呢 从十几年前就在他这一个 他这一个领域里面呢 就开始做了相关的碳盘查啦 或是做永续报告书 那他认为台湾企业的竞争力 除了在我们原来有的品质成本以外 绿色的竞争力 这个要加进来 成为一个综合的竞争力 因为现在很多的供应链 也都会要求就是我们的产品 对于就是环境的冲击度是多少 如果我们在这边呢 能够提出具体的数据 我们对环境的冲击是非常小的 比起别人是卓越的 那么我们在绿色的竞争力上面呢 就可以取得领先 那他这个是他对台湾企业的一个 就是一个一个建议 他自己也在做 然后呢我们也看到有一家 有一家公司呢 他是做面膜 面膜 面膜 那这家做面膜的公司呢 很难想象说他会去参加 我们叫做RE100 这样子的一个国际倡议 因为理论上排碳量应该不是很大才对 那所谓RE100 RE就是Renewable Energy 是 就是再生能源 是 所以RE100就是百分之百的能源来自再生能源 哦 哇那要求很高 对 那这样子的一家做面膜的公司 他呢 他的工厂里面所使用的这些能源 就是电力呢 都是来自于再生能源 他自己可能没有再生能源电厂 但是他去买再生能源所产生的这些电力 来作为自己的使用 所以呢 这个在当年度他去申请再生能源的时候呢 RE100的时候 他是所有去申请者里面资本额最小的 但是even是资本额最小 但是还是体现了他对永续这一块 再生能源 他这么这样子的一个坚持 很大的一个企图心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些企业呢 都非常的有心 那么都把这个永续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关键的因素呢 纳入他企业的一个营运的一个 就是DNA里面来 是 这个是非常非常值得尊敬 哦 其实我们在谈永续的时候 他除了是一个议题之外 已经从刚才Richard的分享当中 我们已经认识到企业 把它当成一个日常的工作 一个重要的议题在落实 所以我们在看到很多很多的企业 在跟进的时候 其实他明确的就是 他正在牵动未来世界的走向 所以整个产业界 有意识有决心的人呢 他早已迈开了第一步第二步 快速的向这个 敬临的目标在前进 如果您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呢 也有一些相关的问题的话 我相信Richard和他的团队 会是您非常好的一个 关于永续 关于敬临方面议题的一个 很好的解惑的对象 以期待在相关的议题上 接下来Richard能够为我们介绍 更多最新的趋势和最好的观点 非常谢谢Richard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谢谢Peter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KPMG知识音浪节目 让我们下集见 拜拜 拜拜